美国总统川普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感染 现在情况如何 其实白宫医疗团队都没有讲清楚说明白 白宫于13号曾说川普确诊满72小时 但是推算回去的话 这表示川普可能9月30号就知道自己染疫了 还照样去跑行程 他去了明尼苏达州参加造势 还跑到纽泽西州出席募款活动 另外医疗团队又透露 川普正在使用类固醇药物地下米松治疗 但这个药物只是用重症病患 也让外界怀疑难道川普已经出现了肺炎迹响 一下憔悴现身镜头前 一下又开心出巡 川普的身体状态跟染病过程 外界看得一头雾水 白宫医医康利3号在记者会上 经报川普确诊已满72小时 算一算川普可能9月30号就确诊 却怎么拖到10月2号零点多才昭告天下 事后康利紧急灭火 强调自己要讲的是染病第三天 不是72小时 川普如果30号就确诊 代表他可能明知自己染病 却照常趴趴躁 30号在明尼苏达州参加造势 1号又出席纽泽西州的募款活动 专家表示肺部有预期的状况 代表川普可能出现了肺炎迹象 白宫医疗团队4号更表示 川普正接受蒂塞米松治疗 但这种类固全药物只是用重症病人 外界担心难道川普的状态不乐观 但白宫医疗团队却又重申川普状态良好 可能5号就能出院 说法矛盾令外媒痛批 川普的医疗资讯不够透明 流人好逼